在古代有这样的一种刑罚 相比于其他的刑罚来说 这个刑罚的残忍程度可以说是非常低的 但却是侮辱性最强的 如果让封建女性承受这种刑罚的话 那可能是彼此还要难受的事情 所以很多女犯人因为承受不了这个刑罚 就当场自尽了 这样的事情在古代也是数不胜数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刑罚 刑罚这种东西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要 它不仅可以维护一个国家的治安 更加能彰显统治者的权威 一个地区想要永远地处在和平时期 刑罚这种东西是一定不能够缺少的 尤其是在古代的封建社会 一些刑罚还能够起到杀鸡警猴的作用 所以在古代来说 刑罚的多样性就更加的明显 大家都知道 灵职处死这个刑罚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 因为在电视上出现的也非常多 而在古代时期 有一种特殊的刑罚 它并不会损伤人的性命 但是却会让人终身受辱 这个刑罚就是墨刑 在周理一书当中所记载 战国时期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墨刑 从做法的角度来看 用刀在脸上或者身上进行刻记号 然后再在伤口上涂上黑色的墨水 等到结痂之后 曾经刻过字的部分 就会留下非常深的颜色 其中还有一个故事传门 就是鹰部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百姓 但是算命先生说他在受到刑罚之后 则会被封为王 果然多年之后 他就被实施了墨刑这个刑罚 但不同的是他的刑罚 并不是在身体上刻字 而是在脸部刻字 最后就在离山这个地方占山为王 最终因为归顺于刘邦而被封为淮南王 这样的传说不仅仅是在历史当中 在一些小说当中也有出现过 古代有这样一种刑罚 受刑的过程很温柔 但很多女犯人在受刑后却选择自禁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种刑罚 比如说《水浒传》里面的宋江 她就曾经因为犯罪被施以默刑 她的这个刑罚跟鹰部的刑罚也是一样的 都是在脸上做上纪号 有一些影视剧当中的宋江也是面部有刺青 这个刑罚虽然不会威胁人的生命 但是古代人讲究身体发肤 受知父母 如果身体上有所损伤的话 那就说明这是一个不孝的人 古代人因为这个说法 连头发都不肯剪 那要在脸上刻字就更不用说了 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所以莫行这个刑罚也是一种心理压力 再有就是人的神经是非常敏感的 尤其是面部神经 面部的肌肉比较脆弱 一旦在脸上刻字的话 如若出现感染 则会因为伤口化膿等等原因 而涉及到生命危险 对于男性尚且如此 对于女性就更加不必说了 大多数女性都非常注重美貌 如果脸上有所损害 对她们来说可能彼此还要难受 而脸上做字经这种方法 是非常具有侮辱性的 因为刻下记号的位置非常明显 所以即使想要逃跑 那么也会通过脸部特征而被发现 但是古代这种刑罚 到了现代却有不一样的说法 现在年轻人所追求的一种时尚叫做字经 也就是在身体上用不同的颜色 刻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 但意义早就完全不同 在古代这种行为是限制了人身自由 并且对人格具有极大的侮辱 但是在现代却成了一种追求自由的表现 古代有这样一种刑罚 受刑的过程很温柔 但很多女犯人在受刑后却选择自尽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种刑罚 直到后来古代一个人的出现 让墨行有了一种新的定义 也让我们对墨行有了新的认识 原来墨行不仅仅可以是一种刑罚 他还可以是一种信仰 这个人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岳飞 岳飞从二十岁开始 先后从军了四次 有一次他因阅极写信给皇上 因信中说话太过直白 得罪了朝中大臣 大臣便在皇上面前颠倒黑白 后来岳飞便被强行辞军 军中将士都一一不舍为岳飞送行 后来岳飞在家中过了一段时间 因为欣喜国家 时常闷闷不乐 莫过多久军中便有人来找到岳飞 说是军中将领已经替岳飞向皇上求情 希望岳飞可以重新回到军中 而岳飞也因为惊人屡次来犯 早就想美国进中了 就在临行之际 岳飞要求母亲将自己身上 刺下金钟报告四个字 岳飞的这一举动 也让自己军中的弟兄们都很是钦佩 而他的妻子则满是心疼 实际上除了岳飞 同时期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则更厉害 他直接在脸上刺下八个字 赤心报告 试杀金贼 像我手下有一个统治官叫王爷 竟然在脸上刺上八个字 赤心报告 试杀金贼 不得不说 他们的做法确实非常地令人钦佩 而且也颠覆了我们对墨行的认知 而古时候的墨行 到了现代却成了一种时尚 姜文身 还深受现在年轻人的喜爱 最后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开始传播起来 而有些人说文身是不好的 但是有一些人将已故的家人名字 或是对自己比较有意义的东西文在身上 所以在了解一种流行趋势和潮流的时候 不能够只看一面 因为在社会的发展当中 有不同的因素 它们都会导致一种文化的不同含义 那么大家对于整件事情 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 欢迎评论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